现在民众的心声 快筛四季大缺货 根本买不到 很难买 用全台人口来算的话 2300万一个月 可能就是需要 每周一季就是需要 9200万季 然后如果每周2到3季的话 可能就需要到 1.8亿季到2.7亿季 那陈时中 他告诉大家的是说 未来每个月 我们会有5000万季 那大家看看 这所有的数字都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大量的运用快筛四季 来做防疫新生活的话 那每个月的5000万季 显然是不够的 今天国民党这场记者会 我们有三项主张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求指挥中心 要求蔡政府 必须提供台湾民众 足够的筛减的快筛的量能 那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让每一个民众都可以买到停价的一个快筛四季 这是每一个民众现在最大的期待跟需求 第二点 你要尽数定出具体的你的快筛实名制的一个期程 现在周遭很多朋友都在期待政府的所谓快筛实名制 然后他也问说一个人最多可以买多少 登陆了之后可以买多少 那够不够他使用 他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期程 他才知道他现在自己如果要再去买 他要买多少的快筛设计 然后可以使用 那第三个是今天邱首长提到的 世界各国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快筛的类型 或者是快筛的运用 台湾我们应该要与时俱进 就是特别刚刚一华委员提到 有些小朋友他可能这个只戳鼻子这样的方式 他会很惊恐 那新型的不同的样式 包括像拓曳的方式 这个是不是指挥中心也应该要尽快去研议 甚至如果有这个厂商愿意去进口 类似这样子的经过食药署的和可 是不是可以让民众有多元的选择 两时之间是卧 귀여 lav 2消息 2消息